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现在讲健康的人非常受欢迎 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就像一个数字前面的1 而他的金钱事业地位美貌都是后面的0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前面这个1没有了 人的身体健康失去了 有后边再多的0都意义不大了 那么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前面还有一个正负号 如果把这个负号加上去 看起来数字很大 但是值却很小 那么这个正负号是什么呢 这个正负号就是一个人健康还是不健康的心态 那么我们说心态改变命运 其实心态本身就是命运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心想事成 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总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最后他就真的想的这些都在现实中实现了 那么中国古人呢 他知道一个人健康心态啊 不仅仅对个人的幸福生活很重要 而且对社会的和谐也是至关重要 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也就是人自身的和谐 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啊 它是由很多器官组成 这个器官呢 又是由很多细胞组成 如果只是个别的细胞破坏了 可能对整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体诸多细胞都坏死了 那么肯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这个就像社会一样 如果只是有个别家庭破碎了 可能社会和谐并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诸多家庭都破碎了 这个社会和谐就成问题了 而家庭和谐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家庭和谐的基础 就是在于每一个人身心的和谐 就是人自身的和谐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心理 健康 那我们看一看人为什么会心理失衡呢 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一讲 掌握选择的自由 心理失衡的主观原因与调试原则 如果我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愿意选择快乐 还是愿意选择痛苦与烦恼呢 很多人会不加思索的回答 我愿意快乐 那么为什么人人都愿意选择快乐 却又有很多人深深的陷在痛苦烦恼和不安之中呢 很多人的回答呢 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 我愿意快乐 但是痛苦和烦恼的事情不请自道 我也没有办法抵御呀 那我们看一个法兰克的故事 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法兰克呀 是一个犹太医的心理学家 在二战的时候啊 因为他是犹太族 所以被关进了纳粹死亡营 遭遇非常的悲惨 因为他的妻子啊 他的家人父母 全都死于纳粹的魔掌 唯一剩下的一个亲人就只有自己的妹妹了 而他被关进了纳粹死亡营 每一天接受严刑拷打 朝不保夕 有一天啊 法兰克独自一个人处在求是之中 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顿悟的感受 那就是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环境下 人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 从外界环境上看 他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而且还要接受严刑拷打 朝不保夕 但是他发现自己怎么想 他的心理意识却是独立的 是纳粹德国人无法干涉的 于是他就凭着想象和记忆 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意识 直到心灵的自由终于超脱了 纳粹的禁锢 比如说他想自己获释之后 和妹妹团聚时那一种喜悦的心情 自己如何站在讲台上 把这一段痛苦折磨 所获得的宝贵体验 传授给千千万万的人 正是凭着想象和记忆 他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意识 直到心灵的自由 超脱了纳粹的禁锢 而他的这种超越 还感召了其他的狱友 甚至狱卒 他协助狱友们在苦难中 找到生存的意义 寻回生命的尊严 法兰克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他告诉我们人的反应 对外部刺激的关系 并不是像动物那样 怎么样刺激 就怎么样反应的关系 而是一种刺激 意识和反应的关系 正是在意识这个中间环节 人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独立意识和良知的作用 对外部的不良刺激 做出良好的积极的回应 比如说我们大城市 都会遇到堵车的现象 有的出租车司机遇到堵车时 就是这样的 真倒霉 刚一出门就遇到了堵车 这样不甘不敬地骂着 抱怨着 那我们想一想 这种抱怨的情绪 能否改变交通拥堵的事实呢 不仅不能够改变 反而还会让交通不乐观 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影响 另一个出租车司机 他不是这样的 他说反正已经堵车了 我已经辛苦了一天 趁着这个时候 放松一下自己紧张的神经 所以他和乘客开几个玩笑 又放上一段舒缓的传统音乐 听一听 时间过得很快 同样面对交通拥堵的外部刺激 因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结果呢 对他们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这就叫选择的自由 所以有人说啊 虽然我们不能掌控风的方向 但是我们能够调整风帆 就像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 来自自然和社会的不良刺激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 面对这些不良刺激的时候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对这些外部不良刺激 做出良好的积极的回应 所以小罗斯府总统的夫人说 除非你同意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 圣雄甘地也说 若非拱手让人 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我们的自尊 所以在生活中啊 让人受害最深的 并不是那些不良的遭遇 而是我们允许这些不良的遭遇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个文章啊 题目叫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 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 带给别人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 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 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 比如 一位女士抱怨说 我活得很不快乐 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 他把快乐的钥匙 放在了先生的手里 一位妈妈说 我的孩子不听话 叫我很生气 他把钥匙交在了孩子的手中 还有一个人呢 他说啊 我很难过 因为老板总找我查 他把快乐的钥匙 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这些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 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自己的心情 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对现况无能为力 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开始怪罪他人 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 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 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 他的情绪稳定 为自己负责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压力 这位朋友 你们的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 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上吗 是放在了领导的手上 父母的手上 儿女的手上 还是妻子 丈夫同事的手上 那就赶快把它拿回来吧 这个文章提醒我们 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当然了 一个真正能够握住自己快乐钥匙的人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他确实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 宠辱不惊 闲看平前 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 云卷云疏 就是毛主席所说的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他都能够坦然处之 甚至可以做到 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 心理失衡的主观原因 在于我们没有掌握选择的态度 培养出一种积极的思维 第二 我们谈一谈 面对挫折时的心理调试 因为如果一个人面对挫折 都能够很坦然 在平常更不可能会出现心理失衡了 要面对挫折呢 首先要正视挫折 认清挫折的本质 认清挫折的本质呢 它有几个具体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挫折 说到挫折呀 并不是你是否会遇到挫折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在慢慢的人生之路上 不是遇到大的坎坷 就是遇到小的麻烦 虽然我们如此不喜欢挫折 但并不是总能够避开它 既然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面临挫折 那么当挫折袭来的时候呢 就不要对他无端的恐惧或者害怕 第二个原则 挫折不会永存 每次挫折都会过去 中国的古圣先贤呢 观察了天地变化的规律 把这些规律啊 都记载在经典之中 比如说我们看《易经》上有一句话 一阴一阳之为道 有日就有夜 有寒就有暑 有春夏就有秋冬 有朝长就有朝落 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所以呢 古人常用太极图 表示阴阳变化的规律 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 半边是阳的 中间有一个界限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过了这个界限 阴阳失去了平均 那就会引起变化 这就叫阴极则阳升 阳极则阴升 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 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消极必涨 那么这一个规律 用以处理挫折 当我们遇到坎坷的时候啊 我们就想 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你就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以发展的眼光 去看待生命中的挫折 第三个原则 每次挫折都有转折点 特别是当我们怀着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时 我们往往把挫折变成了学习的机会 所以有一个文章啊 写得特别好 题目叫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这个文章这样写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很多人说 为什么要伤害我的人还要感激啊 我恨不得他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发生才好 因为如果没有人伤害过你 你就像瘟石里的花 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 正是有人伤害了你 你又恢复了正常 才使你的心智得到了磨练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正是因为有人欺骗了我们 我们知道天下有好人有坏人 还有这样骗术高超的人 你看我们的见识也提升了 当然重要的是啊 不要因为别人欺骗了你 你就转而去欺骗别人 更不能因为别人欺骗了你 你就丧失了信任他人的能力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说别人做的对不对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谁一定要做对呢 自己一定要做对 感激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 你看很多成功人士 回首童年的时候 都有一段显为人知的魔力 他们恰恰对这一段魔力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是因为有人把他们遗弃了 他们从小学会了自尊自爱 自强自立的意识 要靠自己的双手 去打拼天下 所以成为成功人士 相反我们在反观有很多孩子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家庭条件很优越 但是呢 久而久之 就失去了感恩之心 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 父母为他付出多少 都是天经地义的 甚至很多孩子成为顽固子弟 所以究竟哪一个环境好 那真是很难说 就看你如何运用这个环境 成就自己还有孩子的人生 感激半导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半导了 我们下次变得更加谨慎 而且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能力也得到了强化 感激斥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会 很多人说我的修养可好了 总是满面春风 一团和气 那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是领导 周围的人都是恭维我们 肯定我们 赞叹我们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不认识你 不知道你的身份 来到你的面前 指着鼻子骂你 对你无理取闹 你还能对他保持耐心 保持微笑 这才体现了一个人 真正的修养 所以要感激斥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会 感激所有 让你坚定成就的人 正如大王豪巴尔扎克所说的 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 结果完全因人而异 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 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 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在全面认识挫折的基础上 第二个步骤 就是要检讨挫折 吸取教训 威廉A沃德 一位成功学家 这样说 失败应当成为我们的老师 而不是掘墓人 失败是暂时耽误 而不是一败涂地 失败是暂时走了弯路 而不是走进了死胡同 当我们能够这样面对 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 并且把挫折看成是学习的机会 从挫折中学习 吸取教训 这个失败就可以成为成功之母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一讲处理压力时的心理调试 现在人觉得压力很大 在压力的压损下 平时可以做的好的工作 也是一筹莫展 事倍功半 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一组数据告诉我们 说人们所担忧的事情 有40%永远不会发生 有30%的忧虑 涉及到过去所做出的决定 意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2%的忧虑 只有8%的忧虑 可以列为合理的范围 而这个合理还是打着引号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10个引起人紧张压力的问题 其实呢 只有一个值得人思考一下的 其实还不到一个 10个之中不到一个 所以啊 确实是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当然了 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呀 工作很多 任务很重 时间很紧迫 那也免不了有压力 那确实我们也需要 学习一些处理压力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要养成正确的视角 什么叫视角呢 就是把现在或者即将发生的问题 放在一个更大的参照系 来观察的能力 关于视角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一个女大学生 写给父母的一封信 在信的开头部分呢 他这样写道 我刚上大学之后不久 就在同宿舍的同学那里 偷了三千块钱 我用这三千块钱 租了一个摩托车 但是恶有恶报啊 我刚开车出门之后不久 居然撞到了一个大树上 他的左腿被撞断了 被送进了医院 在这个时候啊 无依无靠 突然有一个医科大学的男学生 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于是呢 他就决定和这个男孩子 居住在一起 但是不幸的事是啊 没过多久 医生告诉他 说他怀孕了 这个时候 他的男朋友又狠心地离开了他 他说我现在无依无靠 想回到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 并且生下这个孩子 父母看到这儿当然很有压力啊 因为他们家呀 因为他们家呀 还是民风很淳朴的小山村 想未婚先孕的情况 很少有发生 如果他的女儿回来了 别人知道了 还没有结婚就有身孕 被笑坏啊 没有家教 所以他母亲呢 就很担忧 但是他刚正在往下看的时候啊 突然发现呢 这个女大学生笔锋一转 这样写道 其实啊 我上面所讲的种种不良情况 都未曾发生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啊 我这样写的目的 不过是想告诉你们一件事 想让你们正确地看待这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我上学期的物理化学考试 都没及格 你看这个女大学生啊 如果一开始就告诉父母 她的物理化学考试不及格 父母会怎么说呀 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 结果你一学期下来 居然两科都不及格 你这个学生怎么当的呀 觉得这件事很严重 但是她把更加悲惨的事情 说了一遍 又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这些情况都未曾发生 我只不过是物理化学考试不及格而已 听到这儿啊 看到这儿 她父母就出了一口气 那物理化学考试不及格呢 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了 所以下一次你因为那个小小的事情 感觉到压力的时候 请记住那个更大的参照系 那你发现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这个呢 就是要养成正确的视角 有一位哲人说啊 我们的痛苦 并不是问题的本身带来的 而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产生的 用我们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呀 就是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这个物质环境和人际关系 本身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好坏之分在哪啊 在于我们的心 在于我们的态度 如何去面对它 处理它 处理压力的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要把注意力转向自身之外的人和事 一个人总是想到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忙奋斗的时候 就会有压力 因为你无论如何努力 并非总是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一心关注自己的利益 如果这个利益获得不了呢 就会有焦虑恐惧抑郁 那为了改变这种压力啊 你就要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移开 转而去帮助别人 人往往是通过帮助别人 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同时也减轻了自己的压力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都过着一种忙忙忙的人生 第一个忙啊 是一个树心旁加一个忙 告诉我们什么是忙啊 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觉悟了 已经不敏锐了 已经看不到父母家人的需要了 变成了第二个忙 第三个忙就是茫然的忙 虽然事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 但是啊 换得的是家人的怨声载道 妻离子散 最后就茫然了 说我这么样的努力 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呢 为了避免这种忙忙忙的人生 需要我们多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移开 转而去关心别人 所以中国人说助人为乐 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那么第三呢 就是要做到随远而不攀远 我们看呢 中国人有句话说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农府只是在耕耘 虽然他不问收获 到秋天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收获 我们处处为成人之美 助人为乐 与人为善 我们处处做好事 广结善缘 那么我们不用问前程 前程自然远大 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 也有人帮助 所以要随远而不攀远 这个远就是条件的意思 我们随着条件的成熟 把这件事情促成 而不是等到诸种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 非想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话呢 叫攀远就会有压力了 第四呢 就是要学会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呀 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 里面蕴藏着真正的人生智慧 所以古人说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除 人生只要理解了知足这两个字 所有的烦恼一下子就不见了 古人说呀 别人骑马 我骑驴 仔细思量 我不如 带我回头看呢 还有挑脚汗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坐着桑塔纳来上班的 别人都坐着宝马奔驰路虎 好像我不如这个坐宝马奔驰路虎的人 但是转头一看呢 这个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上班的 他也很开心 什么原因呀 因为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啊 和外在的物质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 有压力 是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对象 选择的不好 古人说 欲比于下 则知足 你的欲望享受 要和不如你的人相比 你才会知足常乐 得比于上 则知耻 你的德行呢 要和比你强的人去比 所以你才知耻 近乎涌 站在我们自己家的阳台上啊 你看着过过往往的人群 确实有很多人 吃得比我们好 住得比我们好 工作比我们好 待遇比我们好 条件比我们好 但是又有多少人 活在三餐不济 还有啊 下岗待业的这种条件之中呢 我们再想一想 那个医院急救室里的病人 我们和这些人相比 确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所以当我们用别人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时候 哎 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位置是很多人所向往的 自己的条件也是很多人所羡慕的 所以人生解知足 烦恼 这呢 这就是我们面对挫折时的处理压力时的心理调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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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